这个content loss写完之后啊 我们还有这样一个style loss吧 然后呢这个style和咱们的content稍微有些不同 因为style比较这个style loss 它里边存的东西比较多 在咱们很多个特征图的层上 我们都需要进行计算它的一个style loss值 所以说呢我先让这个style losses等于这样一个list 然后呢我就要写这样一个循环 for咱们的一个所有的一个style的layer 我们把这个style layer写上 因呢咱们最开始写的那个 这些东西style layers里边 我们要进行一个便利了 对于每一个层都需要把它的一个损失值给它计算出来 那么这个layer呢 首先啊我让它就是等于一下咱们这个net 跟咱们上码是一致的 先让它等于咱们的这个net里边 然后呢这个style layer 这是咱们的第一步 然后第二步呢我需要找到这个bash size 还有这样一个hei,gh,t 还有这样一个height 还有一个yswei,dth 我们先把它呀都给它拿出来 它呢我们通过一种map的形式来去写吧 就是map一下 然后呢里边呢我写一个立名函数 然后在这里啊做一些建制对 它是一个dba 然后咱们在这里呢写上一个 哎怎么没有变率啊 我看这是写法了啊bda 我写法了bda 然后啊咱们在这里写上一个i 然后呢它的一个值就是一个i.value 后面还是这样一个循环啊 vlue 咱们还要写这样一个循环啊 for咱们的一个 哎不用不不 这个这块这块咱们就不用写循环了 咱们就直接是value 然后呢下面咱们直接写动号就可以了 就是一个layer.get shape layer 然后呢给它再get一下它的一个shape就可以了 get 这样咱们就把这四个值给它拿到手了 有这样四个值之后啊 我们接下来要做的就是说 还是啊咱们还是要算这样一个size 这个size等于什么 这个size就是一个图的大小吧 这个图我们看它是有height的 height乘上一个wise 然后再乘上一个channel吧 channel就是一个filters的一个个数 这样呢就是一个 这样就是这个图的一个size是有多大的 然后呢我们把这样一个features啊把它拿出来 F-E-A 把它features F-E-A-T-S吧 features呢我们先啊 要把这个tensorflow里边的结构啊 进行一个reshop的操作 tensorflow.reshop reshop什么呢 reshop咱们是要reshop的是这个layer 给它reshop成什么东西呢 给它reshop成这样一个 它的结构写上一个括号吧 在这个括号里边 首先啊是一个batch size 然后呢是一个h就是一个图嘛 图不是就是一个h乘上一个w嘛 w是这个y字 用一个h乘上一个w 然后呢最后啊最后一个维度是它的一个filters 咱们把它俩先给它乘在一体 哦 内幕内幕就不写了 咱们就直接写到这里就可以了 那么这块咱们就得到了一个features 那么接下来我要算的是一个 还有一个features的一个转制吧 就是一个features的一个transpose 然后呢我们就按照什么样的一个维度 进行一个转制的操作 在这里啊我们需要指定啊 在这块一般停满价值通过一个等号 转制成吧 转制成一个021啊 就是把这样一个 把后面那个提到前面了啊 我们需要就是先做了这样一种转制的操作 转制完之后啊 我还是要算这样一个garm值吧 garm这个值啊 就等于tensorflow点 这样一个matt 然后multiply 进行一个矩阵的相乘 这么多参数 我把它给删掉啊 咱们用不着这么多参数 我们啊只需要算的是一个features的一个transpose 然后和咱们自身的这个features啊 进行一个 嗯进行一个乘法操作就可以了 然后呢我们让它撑完之后啊 跟咱们那个content loss一样 我们还就处于除上它的一个size值 在除上size值之后 咱们就得到最终的一个gamma值 我们说这个gamma值 我们说这个gamma值是咱们最终计算出来的一个特征值 咱们不是用特征图上的一个值来做这样一个值 而是说我们把特征图上值先拿到手 然后对它做了一个转置 转置和它自身进行一个相乘 我们就得到了它的一个gamma值 在论文当中也是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来去进行计算的 然后我们需要有这样一个style的一个gamma值 style的一个gamma值 就等于咱们的有一个层叫做一个style层 在这个stylefeatures里边 我们之前写过了这个stylefeatures 我们来看一下它在什么地方 这个stylefeatures stylefeatures就在这儿了吗 我们把这个stylefeatures给它拿过来 把这个stylefeatures之前 咱们往里是存了一些值 现在我们再把它拿过来 对于stylefeatures里边的 我们就是对应当前的stylelayer 我们把它的值给它拿过来 这个就是咱们的style的一个gamma值 接下来我们要算的 是不是就是说 咱们现在计算出来的这个gamma值 和咱们刚才 就是用VGG直接跑的那个style的gamma值 我们现在把它分别进行一个计算 因为这个net是什么 这个net就是说 这个net其实它是相当于两个 一个是生成网络的 就是一个是生成网络 一个是咱们VGG里求特征图的那个网络 所以说咱们在上面 我给它写个括号 写回车 上面咱们算是什么 这块一大串咱们算的 就是说 在生成网络生成出来图像 它的一个在风格上 在特征图的一个风格上 它算出来gamma值是多少 那这个stylegamma值呢 这个stylegamma值 就是说咱们不用那个生成网络 它的一个结果是多少 不用生成网络的实话 它的一个style的一个gamma值 是等于多少 那接下来 咱们还是要进行这样一个计算吧 就是 还是有一个style的一个loss值 那么style这个loss值啊 它有等于说 我们先往这里进行传吧 因为有一个循环嘛 我们需要不断的append进来 append进来什么 append进来的就是咱们的一个求loss值 先用一个r进行相乘 然后tensorflown 模块下有一个l2的一个loss 这里边咱们需要传进来的就是 它跟咱们求content是一样 咱们去算一下咱们的一个生成网络 用生成网络跑出来的 然后它的一个gamma值是多少 然后呢 不用生成网络 它直接跑的一个特征图 就是一个stylegamma值是等于多少 我看一下这个stylegamma值在哪呢 在这呢 stylegamma值进行一个相减的操作 这样咱们就完成了一个 就是对于咱们的一个style 咱们去算它的一个loss值是等于多少的 然后呢 这块还跟原始一样 我们还需要传一个东西啊 就是一个stylegamma值 然后呢 它里边还有一个size属性 我们需要把它的size再拿出来 再除上它的一个size值 跟咱们之前求这个content是一样的 我们都是要求除上这样一个size值的 那么现在咱们就是已经把这个style和这个content 它的一个loss值都求出来了 都求出来之后啊 我们就要进行下一步操作啊 首先 下一步在做下一步操作之前 我们还是需要先把这样的一个style的一个值啊 给它拿出来吧 就是它的一个loss值 现在我们不是算了很多个层嘛 在这里我们定义了去算了一下 它们做了这么多个层它的一个loss值 那么这么多层一个loss值之后啊 我现在要去做它的一个styleloss styleloss呢 就等于它的一个最终的一个权重 有一个style base 我再直接写下吧 style style的一个 咱们最开始啊 给定有这样一个base值吧 base值在乘上它们所有的一个loss值吧 在这里呢 我们可以引入一个东西啊 就是一个function tools 我们来这儿可以impart一下 我们可以impart一下 它的一个内置函数叫做 好像不用impart了 直接就可以写了吧 应该我记着 咱们直接可以写就可以了 然后就是一个functo function tools 然后在它里边 我们去调它的一个reduce函数 在这个reduce里啊 我们去定义一个 就是tensorflow的一个加法操作 把什么加在一起呢 把这个styleloss都加在一起 然后呢 再把它乘上一个style的一个base 现在咱们就得到最终的一个style的loss值了吧 那现在咱们已经得到两个loss值 一个是contentloss 一个是styleloss 他们俩算的都是说啊 就是我经过生成网络 和不经过生成网络 在那个特程图上 它的一个差异是有多大的